感谢大师为我们介绍了死亡之后可能面对的种种真相 当我们的亲友在临终的时刻 我们又应该如何去表达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 请大师再慈悲给我们一点指示 现在社会的进步 人类都有互相的关怀 不一定亲友 就是一个就是不想识地 到了人生要紧的时刻 也将就关怀了 帮助了 所以刚才问到这个临终的关怀 还有这个省情的契约 譬如我加入万一 我在私下来的时候 有人帮助吗 找一个地方定个省情的契约 所以这样的问题 我想心里应该要多一些了解 我想临终的关怀 最重要的 我们活得基础的人 要有会游说好的语言 比方说 你要很欢喜啊 你一生好有成就哦 你放心啦 如果四元还没有了 你会再健康啊 如果四元了 放下 对了 到复过去也很好啊 你看 你的面前 不是有一座浮像吗 我好转眼啊 我好转眼啊 你有看到他吗 大概说一些 这个给他安慰的 给他欢喜的话 虽然他自知 哎呀我大象已到了 可能会要死了 你也要说一些 是比较安慰吉祥的话 但是有的人啊 不会说话 人家才一定感冒 主要 哎呦你感冒啊 这个很危险的 会中备肺炎啊 我的朋友请你去世啦 除了说一些好的语言呢 一定要让他 这个 他的地方啊 痛风啊 冷暖啊 把他喜欢的人士啊 在他的族右旁边照顾 还是也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 一个灵种的人 不要让他这个 所谓心不贪恋啊 意不点到 他又是个点 容易点到 胡思乱想 他随不得 就是对这个死亡啊 他痛恨 他不接受 他好像觉得 我不应该死 这个 要慢慢地 所以 他最后整战了以后 他也只有接受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给他 神积上啊 都很舒服 不要让他痛苦 甚至个嗔恨性 这些人 当年 这个方便的话呀 这个 游戏 或者福地 防备啦 觊遇啦 令福地 隐悦啦 在他神病的时候 就慢慢地让他 能听关了 熟悉了许多 呃 壮严 清净 美好的声音 显得这个 录音机 很方便 他平时混习的 什么事啊 混习的 什么人啊 混习的 什么的东西啊 这个 当然不要引起他的 弹性了 不过偶尔在他的 我现在就没有了你 好 作词 是 是 喝 喝 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